热爱台湾同时也深受台湾文化洗礼的日本知名演歌歌手 飞鸟凤美在迈入出道十周年之际 要来台湾举办十周年的演唱会 这一段翱翔十年的音乐时光 除了积累许多的作品 对飞鸟凤美来说更是一场重要的里程碑 身穿紫色和服用动人嗓音唱出日本传统 演歌之美 出道满十年日本艺人飞鸟凤美 即将来台举办演唱会 在2009年曾下其遇见县内卡拉奥给歌唱大赛获得游审后 飞鸟凤美开始接受专业的歌唱课程 同时不断累积舞台经验 在2013年终于完成了以演歌歌手出道的梦想 飞鸟凤美过去曾担任南投观光秦闪大使 已久住文化村银华大使 与台湾渊源相当神厚 因此他也希望让粉丝现场听到传统演歌的甜来之美 这场演唱会除了是十周年纪念 也希望借此重温过去 与演歌乐迷共同参与的每一首动人作品 感受飞鸟凤美充沛的音乐能量 记者总和报道